FB email最主要用在三種人身上最為有效 第一種是你是業務做行銷的人 那你想要本身呢 你想要透過臉書去擴展人脈 然後去加好友 然後呢 為你的事業呢 帶來更多的業績 例如說你是做傳直銷 或者是保險業 或者是房中業 或者是呢 純粹就是公司的業務 OK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適合使用臉書人脈經營 OK 因為這樣子我們並沒有限你有多少個朋友 然後呢 你可以呢 用在你所有的朋友上面 請他們訂閱了你的臉書電子報 或者呢 在你的名片上 印字QR Code 然後讓他們呢 來訂閱你的專屬的行銷的電子報 OK 那如果呢 你本身是粉絲業的小編 那呢 你可以根據你的粉絲的數量 像原則上這邊列出來是一到二十萬之間 然後呢 去決定呢 你是購買哪一個方案 那如果你是超過二十萬以上的粉絲呢 或是知名的公司呢 再歡迎你跟我們洽談 克制的方案 那如果呢 你是連鎖店的老闆 例如說飲料店啊 或者是呢 遊戲店等等 任何種類的連鎖店 那 根據呢 你的分店的多寡 哇 如果你 例如說你 你目前只有三家分店 那我還是建議你先買五家分店的方案 OK 那因為呢 你隨時可能過了一兩年 又會繼續擴展下去 好 那為什麼我們會有連鎖店的方案 最主要是呢 因為呢 舉例來講 你有十間的分店 那呢 呃 利用FB email呢 除了你可以用在呢 你每一間分店的粉絲頁上 因為呢 你每家分店通常都會有一個自己專屬的粉絲頁 那整個呢 品牌名稱也會有一個專門的粉絲頁 OK 那 呃 每一家分店呢 都會需要呢 有他自己專屬的FB email帳號 然後可以用在他們自己的粉絲頁 也可以呢 去經營呢 他們的顧客做實體的行銷 結合QR Code跟FB email OK 那所以呢 事實上呢 不管你們的每一間分店 他的粉絲數有多少 即使他粉絲數到達20萬 我們還是都只有收 年繳 這麼多錢而已 所以呢 這個分店的方案其實是非常優惠的 因為他不管你的粉絲數量多少 一間分店我們就給你一組專屬帳號 不管你的那一間分店的粉絲數有多少 或者是客戶有多少 你都可以充分的使用 所以呢 舉例來講 例如說你可以針對你們的粉絲 或者是呢 顧客呢 還舉辦呢 掃描QR Code 然後訂閱呢 你的臉書電子報 然後呢 就享有一些優惠的方案 特別是呢 帶朋友來這樣子 然後兩人同行 一人免費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一招呢 來拉攏許多新的客戶 然後呢 那兩個人呢 新客戶也都要再訂閱你的臉書電子報 這招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所以呢 我們才有呢 這個分店的方案 那所以呢 你可以根據呢 你的分店的數量呢 來決定 你是要購買哪一個方案 那你會發現呢 隨著你的分店數量越多呢 我們的費用其實是壓到最低 那在最低的時候是 你每增加五間分店 我們只增加 一年只增加一千塊美元的使用費 也就是說一家分店 一年只需要兩百美元 這個呢 是相當的 這是最便宜的方案 相當的是 你個人呢 就是要人脈經營的話 我們能給你的最便宜的方案 所以呢 你的分店數越多 所以你的事業擴展的越成功呢 我們願意給你 越便宜的方案 那當然如果你一直擴展下去 你從五間到十間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們來信呢 或跟我洽談呢 你要更改你的方案 那我們的帳號開通費呢 會隨著你的店家的數量而有所不同 基本上呢 就是這三種狀況 那請你自己下決定 開始購買 謝謝